我們抖六現場戲分越來越嗨 真心話擂台現在又邀請下一位 韓家軍 大哥你好 自我介紹一下你住哪裡 我住台中 早上 我姓陳 陳大哥 你說早上怎麼樣 早上11點開車過來 11點喔 對... 那你是自己一個人嗎 還有我太太 還有太太兩個人 對... 那台中好像是22號 就下一場在台中嘛 對... 那我們已經 一定全力 全力去到現場 全力支持韓國瑜 當選我們的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你每一場都有參加嗎 我華人那一場沒有去 你沒有跨過中央山脈 沒有去啊 沒關係 台中補回來 對... 那我請教一下 現在很多人在開始討論 說這個每個禮拜都辦活動 可是民調好像沒有爬起來 甚至有些民調好像有一點掉了 但是有人在討論說 是不是要建好就收 那你怎麼看 我覺得因為國民黨推出了郭台銘出來 因為他是經濟... 他是經濟很棒的候選人 所以這個對韓國瑜也多多少少 都有很大的影響 只要我們韓國瑜的韓魂 堅定自己的心 我們只要... 一定支持我們的韓國瑜 我想他一定會進入中統府 做我們中華民國下一任的總統 所以你覺得還是要辦下去 對... 因為這是我們最有展現韓國瑜 他庶民的力量 只有我們的支持 他才有力量跟... 跟好其他的候選人競爭 好 謝謝這位大哥 謝謝 台中監 台中監 好 我們邀請下一位韓家居 大姐妳好 自我介紹一下 嗨 我住新竹 住新竹喔 對 那現在有一個最新消息說 30號有可能去新竹辦活動 如果去新竹我一定會去參加 也一定會參加 妳每一場都去了嗎 有 台北我有去 花蓮比較不方便就沒去到 真的 有人現在在討論說 每個禮拜都辦造勢 好像有一點辛苦 民調好像也沒有特別爬起來 有人建議說建好就說 但是也有人建議說不行 一定要繼續辦下去 妳覺得呢 我覺得讓每個地方的市民 林建民都有機會幫韓國瑜加油 因為很多的民調都假的 我們都沒有收到他的民調 所以他的民調我認為是假的 每次韓國瑜的造勢 都是擠破幾十萬人或是 很多人他都報得很少不真實 那這個禮拜你聽到民進黨 初選的民調 蔡英文大贏韓國瑜11% 你怎麼看 我認為這是他們造假的 這不可能的事 蔡英文做得相當的 讓台灣人民失望到極點了 所以他的民調不可能上來 是他們會造假的 謝謝你喔 謝謝 好 我們繼續邀請下一位韓家軍 大姐妳好 自我介紹 我叫台南來的 蔡英文去哪 大姐妳要看這邊 妳每一場都有去嗎 有 台北有去 花蓮也有去 那接下來台中也會去 我代表是中華民國 我是一王大帝